我們不會在這邊回答這些問題 這裡是立法院 一早面對媒體追問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反向在立法院 不談金華城還走來走去 繞圈圈不給問就是不給問 但前一天黃珊珊率領北市民眾黨民 代替金華城案反擊 地點就在立法院 而黃珊珊主張金華城案法院 依據是北市都市計畫自治條例 25條也被議員打臉 他是說市政府認為 土地有合理使用之必要時 得擬定細部計畫 去喝下黃珊珊遞給他們的 這一杯毒藥的話 責任全部變成科市府懶了 至於黃珊珊前一天 辦出好市府任內中泰賓館 改建東方文華案 取得25%榮獎 來當案例替科文哲報區 也遭到批評 那東方文華是一個金融服務的園區 它是一個規範比較寬鬆的法規 跟金華城沒有主要計畫 然後又不符合 它所相關的土管條例 完全就是張飛打月飛 議員點出 金華城市由公轉商 東方文華則是由助轉商 兩者根本不能類比 而對於種種質疑 黃珊珊認為是在模糊焦點 不需要模糊焦點 那東方文華的回饋 是在郝龍賓任內通過的 大家去看看 他是不是個案增加容積率 如果不是那請他們去告 玩笑啦 就是說你要不要提告民眾黨 那他是說 他如果每一句胡扯八道 都要提告的話 那應該提告不完 其實黃珊珊預計在二十號晚間 代替正被羈押中的柯文哲 赴美參加美臺國防工業會議 但不管在海內或是海外 黃珊珊身為金華城案 參加過便當會的副市長 最終可能還是不排除被剪掉 約談釐清 三天新聞 林博鵬 王毅德 台北報導 我們絕對